大陸的獨立電影相對來說 就是一些沒有所謂大陸叫做農標的電影 就是沒有經過港電總局審批許可的電影 很多時候就會稱為獨立電影 這些電影是透過幾個方式可以傳播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一些民間自己去教的電影節 是在大陸裡面去舉辦的電影節 很多時候這些大陸的獨立電影 都是透過國際電影節 無論香港國際電影節 八路電影中心的亞洲電影節 以及應而治的香港獨立電影節 這些放映的活動才能看到 來 打這 沒事 不合理 抱歉 不 他有片兒別人 整點又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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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義應該逐漸的不獨立 不邊緣 就是他的獨立是被獨立 他的邊緣是被邊緣 就是他不想 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說 你們為什麼只能在地下方 不能讓更多的人看到 當然想讓更多的人看到 就像我不想出國 不想離開那裡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的作品 是那裡的作物出來的產品 農產品 是那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 當然要回報在當地的觀眾 和民眾的視野之內 是最好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樣的制度 或者它是被邊緣的 它是就是備置於那個境地 另外就是 就是資金的支持 因為很多人 像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導演 他是沒有任何資金來源 就自己去工作 工作掙點錢 就全部耗在這上面 然後辭職 然後要花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件 就是別人看來覺得是傻瓜的事情 就是特別傻 就是親人不理解 然後周圍的人不理解 去去去去買房 買車等等 你做這些有什麼意義 花自己的錢 然後時間長了 他自己也就覺得沒意義 就是很多人就消失掉 就是從這個 從這個隊伍當中就消失掉 相對理營導演 占可達得到家人的支持 實現理想 其實家人呢 這個我都覺得自己是 是一般的問題 我拍這些獨立電影 中國人社會的父母來講 他們算支持的 他們行動上也都很支持 老實說 畢業作品 真的拍到不夠錢了 真的超過預算也太重要了 其實金錢上 如果沒有他們支持我 我當時完成不了 他們不會識分 什麼獨立電影 商業電影 總之他都會覺得你拍戲 他都覺得你 總之他都覺得你不知道做了什麼 他總之他都覺得你不知道做了什麼 不過我有時會跟他解釋 做獨立電影其實真的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成名的 不是為了名利相收 不是為了走紅地毯 不是為了走紅地毯 我們應該是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我們只不過是想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你不要經常想在戲 我們的戲會在戲院上 就是這樣 獨立電影著重的 就是理想 自由和堅持 三位導演 在排除萬難之後 對獨立電影更加是不離不棄 我做過商業電影 做過商業電影副導演 其實我都開始覺得自己 其實都不是特別適合 就是商業電影那方面 做商業電影原來是要 除了拍東西之外 我還要兼顧很多很多 和拍東西無關的 和創作無關的 其實我漸漸期後自己都開始 在想其實是不是適合我呢 反而我自己都希望 未來有機會 我都想再做回多些創作上的東西 做回導演電影 十年前我們在街頭做行為 做表演 所有的民眾 罵我們是傻 罵我們是瘋子 罵我們是瘋子 然後那個 但是十年後你在街頭做 大家都會說 真棒 是應該這樣 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 這是政府給我們做的好事 就是他們把這個東西 給變得正常化了 變得就是說 他們把這個東西 讓大家覺醒到了 覺悟到了 這反而就是在鬥爭過程中 反而就是民眾在覺醒 他們不再罵我們是瘋子 他們反而覺得你們做得很好 可否延續 我不知道 我希望可以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尤其是都辛苦的 不過你可以說暫時來說 我們都叫做 不是 即是 快要浸死的樣子 即是叫做 都浮得出水面一點 希望可以游到上岸